这几张照片是一位理性解说员在续海观音笔自然保留区所拍的 也就是在俗称的阿朗伊古道里面 照片中很清楚看到有两位男士从海边搬运南田时 准备放在车上带回去 而车上还清楚写着二林地震事务所以及河美地震事务所 他们是来自彰化的地震人员 屏东县政府表示他们的行为已经违法 自然保留区范围内设减实行为依文之法第84条规定 自然保留区禁止改变或破坏其原有自然状态 为则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病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 对里面的这些包括土石里面的生态 我们一定是不准有这种破坏的行为 甚至说你去搬运这些里面的这些资产 其实都是违法的行为 当然我们现在公告期间有一些游客要进去里面 做一些参访的话都要经过申请这样一个程序 理性解说员除了向屏东县政府检举 也将照片贴在网路上 立刻遭到网友炮轰 对于他们的行为当地族人也大表不满 虽然检石南田时的彰化地震人员已经归还石头 并且也公开向社会大众道歉 不过他们的行为已经给民众做了最坏示范 记者巴朗屏东市采访报导 你能不能离开 我想请记者点赞 请你们多了 我请示范 语